未曾说我今天这书呢 我得把昨天跟前天的 给您的多少 这也教着一点 因为这个 话不说不知 目不短不透 这个不跟您说清楚了 后边我用的这个人 咱们说这个人的时候呢 大家不明白 这个庚娘这部书呢 说的是庚娘 可是呢 他呢 有个丈夫夫君 叫金大用 金家金大用的父母 是哪人呢 是中州之人 就咱们现在的河南人 居家南迁 就是那会儿避战乱 南迁呢 往南走 打算去南京啊 去避难 把家里的东西都安排好了 这一家子 金大用带着庚娘 带着父母双亲 往南走 半道上遇着一个 匪人 这叫王十八 王十八呢 开始自己说 我呀 我是 金陵人 其实呢 他是 那个扬州人 说着呢 他们就上船了 上船之后 起了歹心 把这一家人 把这一家人都给推入水中 就剩下庚娘 这位大娘子了 谋了家产 然后呢 把庚娘 裸为己有 想让庚娘呢 当自己的媳妇 可是呢 这王十八 还有一位夫人 这位夫人呢 也是他以前 当水贼的时候 生裸来的 把人家一家子 都给迫害死了 家产 归了自己 这位大娘子 现在当了他的媳妇了 看不惯这个事情 一看 你把我们家害死了 把我霸占了 原来你霸占我的时候说 以后不做这样的事情了 我就信了你了 我踏踏实实的 跟你过日子 可是现在呢 你的所作所为 违反了你说话 你现在当裸面 把这帮人 金大用这一家子 全给害死了 又想霸占 这位庚娘大娘子 三说两说 把这位媳妇 这王十八的心太狠了 一脚 把媳妇踹住水中 这位刷 随江而去 等于王十八带着庚娘 谋夺了 这个金家财产 回了家了 到了南京这个家 就是金岭啊 到了南京 想洞房花烛之夜 昨天跟您说的洞房花烛 霸占这位大娘子 庚娘 洞房花烛之夜 这位大娘子 原来原文是 利而闲的 特别有主意 到厨房 找了把切菜的刀 把这王十八 给砍死了 其实是不是砍 不过是刺 砍得名不张胆的 我就啪砍去了 这刺 就有点偷偷摸摸的意思了 不是说名不张胆的 我把你杀死 等于是连哄再骗 用这个刺字 我觉得最恰当 臣臣酒醉 劝他喝酒 喝多了 那这切菜刀 李切之 刚才我们谈这 李切之 原文上写着 李切 他不会使这刀 切菜刀 李仁贤 大奶奶 大小姐 宰鱼 宰鸡都没瞧见过 他不知道 他从哪下刀 怎么宰的人 他不知道啊 他就想 听说过这人 这个耿嗓尖喉 这个部位 最脆弱 砍这儿 怎么砍呢 这是怕砍下去 还是切 还是刺 还是给他穿透了 这怎么来呢 没办法 慢慢地割了这耿嗓尖喉 这立切之 打得切下去 跟切菜似的 结果一啪一切 没切死 这血哗出来了 这王十八醒了 哇 你要干什么 说上来 然后原文上是 用灰之 这切菜刀 啪 这一剑 连着砍石头下 啪啪啪 把这位 大江贼 王十八 脑袋给剁下来了 剁完之后 拿着这个刀 就死了 瓦子 断不开了 这会儿 这王十八 有一位 母亲 老太太 从外边进来了 哟 你杀了人了 刚说完这句话 庚娘举起刀 登登登登 跑了前前 啪的一刀 砍着脖子 这把脑袋给剁下来了 剁之后呢 他就傻了 这怎么办呢 正在这会儿 王十八 有个弟弟 王十九 出来了 就听着这后院 这怎么了 正在前院吃饭呢 今天我大哥的 洞房花烛好日子 怎么后边 就出了这种怪声了 啊 哎呀 你这怎么了 声音非常嘈大 这怎么意思 跑到后面一看 呦 干了 低起俩人头 一看这个 呦 这是我妈 呦 这是我大哥 这是怎么回事啊 定眼一看 庚娘 这位大娘子 衣着华丽 满身是鲜血 眼睛都定住了 手里拿点刀 嘚嘚乱战 你 你把他们杀了 庚娘说话 可是说不来了 怎么办 这思想 做斗争 他逮着我 我好不了 我是被他 奸污 我还是死 可是现在 怎么办 我逃 我也逃不走啊 原来都讲究 就是三寸金莲呢 得拨脚 脚都小 我跑 跑不过他 他大我爷们 你看他多壮啊 这怎么办 跑跑不了 跟他 他把我遭运了 我这以后 这明节各方面 我也活不了啊 哎 想一个独立 腾腾腾往后跑 推给屋里窗户 外面的荷花池 出通 跳了荷花池 溺水而亡 咱们现在只能说是 溺水而亡 跳的时候 昨天我说的这 跳完之后 以后的书 咱们今天说 跳的时候 啪 跳进去了 这人已经完了 就在这会儿的功夫 天上 咔一道力闪 劈起一道金光 这道金光 不偏不斜 正劈在这 这庚娘大娘子身上 不大金光护体 在这个 很多的 这个这个原文里边啊 有不同的版本 有的就没有提这件事情 有的薛辉的提了一点 这个金光护体是怎么回事呢 他是有一个龙女 正好天下坟 落在这荷花池里边了 可是呢 庚娘已经断气了 已经完了 虽然说金光护体 也保护不了他 什么 就是有这么一个 小章节 金光护体 跳里边了 完 落水而死 咱们再说这位 王十九 你看 完 他跳了荷花池了 我妈死了 我哥哥也死了 哎呀 喊人吧 来人呐 来人呐 服务好了 我们家出了人命了 这一喊 家努院工火 都前面都跑了 二爷 二爷 这是怎么了 这是 哎呀 快看看吧 我们家一家子都完了 一看地下 俩人头 遍地是鲜血 这不血腥味 都扑鼻 哎呦 这是怎么了 这是谁杀的呀 哎呀 这就是那庚娘 我那新嫂子呀 不能吧 一个弱女子 长得这么漂亮 她怎么能干出这个事情 哎呀 她失心疯啊 有可能 这给她杀了 可怎么办 她快报官呐 快找 找官 报官 她也是 有点吃饱了撑的 您琢磨 您大疆贼呀 您家里边 你是 你也杀人 你哥哥大疆贼 你妈是贼婆 虽然死 这哪能报官呢 报了官了 三班六房牙役 带着武座来了 验尸啊 验尸 你看看吧 这谁杀的 我那新嫂子 叫姓游 叫游庚娘 她怎么会杀的 把自己丈夫杀死了 连婆婆都杀死了 哎呀 她失心疯啊 这可怎么办呢 哎呀 您看 把她捞上来 加勒院工 把这庚娘 从这荷花池里捞出来 你看人 已经凉了 人已死 可是呢 死如生前 虽然死了 身体一点不僵硬 而且脸色特别好看 红抽出的 还带着粉劲 特别好 哎呀 这死怎么这样 这个 哎呀 就是她呀 你们得 这怎么把她分了试 可别分试 先别分试 这怎么我们就分试啊 哎呀 她害死了我们一家子呀 这我哪能饶了她呀 说话 哎 这王十九 上来 就要披这位庚娘 你要披开 我吃了你 我都不解 心头之恨呢 这五座王大柱 你不能这样 这是证据 这是 他杀了你家子 他已经死了 你报仇也没有用呢 哎呀 那可怎么办呢 我们家 这个 富贵之家呀 而且我们家 你看都是良民的 这都是啊 怎么会出现这个事情啊 说是良民 正说着呢 这个 武作 原文上 一验王尸 窗发现一寒 验这王尸 王尸把这尸体 毒了验 是怎么死的 砍在哪儿 这刀怎么看呢 是这片血迹在哪个位置 一看呢 这窗台上 发现一封书信 这封书信 正是庚娘所写 刻破中止流的血书 这叫遗书 拿不来打开这个遗书一看 一目了然 别人写着我是谁 我叫庚娘 由庚娘 家是哪儿的 我因为什么来到这儿 南京 这个王尸把跟我什么关系 怎么把我这一家人都害死的 今天晚上我替家人报仇 替夫报仇 才刺死他 一看 一目了然 哎呀 这王尸就还说的 你们得给我报仇啊 这我们一家子 您先别说了 您看看这个 一看这个 哎呀 这这这这 我不识字啊 我 你不识字 我给你念 一念呢 当时大疆斗 浑身都凉了 哎呀 这这这 我哥哥是大疆贼 我可是良民啊 跟我没关系啊 他宅自己 哎呀 我不知道啊 那他太子 他也长 他已经长命 他已经死了 那想个主意 我也得报仇啊 你明报仇了 这个 我得拿走 把这尸体搬走 作为证据 那怎么办呢 就怎么办吧 把这庚娘的尸体 由这差一门 就搬出去了 到了县衙的后堂 搁起来之后 打算第二天 安葬 经过这一晚上 这个尸体啊 然后这一点都没有腐烂 而且没有发生 什么化学的变化 都没有 而且从身上发出一种香气 这种香气 随着风 能扬出十里地 就这么香 哎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 咱们再看看 又搁了三天 再一看这尸体 原来什么样 现在还什么样 哎 这个真好 这个 别人就听说这个事情了 闻的这个香味 就找到这了 原来好事之人 要斩庚娘 好事之人呢 斩就是看 我看看这个 这香味哪来的 到这县衙一看 就是他 就这尸体 发出的香味 好事之人 哎呀 这怎么回事啊 衙衣们 拿出这封血书 一看 嘿 别提 现在这个社会啊 还有这样的 真劫烈腹啊 这个不能轻易安葬啊 这怎么办 这我们得建一座 庚娘墓 这庚娘墓 这怎么建呢 咱仨众群众啊 这建这庚娘墓 这让真劫烈腹 咱们得立这牌楼 真劫牌楼 不能让他轻易的死去 得给他扬名立外 让个人 全天下人都知道 庚娘 好 堪比当年的 赐汤秦之血宴 就这么好 说那没钱呢 没钱这个 修不了啊 这地方好说呀 跟这县官一商量 地方有的是 南京 咱们城门外 找一个风水好的地方 咱们建这个庚娘墓 建那些没钱呢 好事之人 享一主意 怎么办呢 他既然不腐烂 为了他 不就是钱吗 咱们发动群众老百姓 咱们呀 参观这个庚娘的尸体 参观呢 就是拿这卖票 那人说 还是买票看死人的 色力如生啊 好看的 是不是 好事之间就商量 咱们把他找一个地方 哥那儿 给他捣食好了 每天都多人参观 拿这个票钱 建这庚庚娘墓 俺现在过这得卖多少钱 这怎么参观呢 这个 当然不是二十多钱 二十多钱看死人 看完了 色力如生 但是我这家庚就没死了 这个 跟原来的一两银子 一两银子 就看这死尸 那也认可 这事听说了 四里八价 每天 一两千人 一天 五千人多 到最后万人 万人 敬养 庚娘 来瞻养这个遗容 这个沈子大妈来了 一看 哎哟 这庚娘这么漂亮啊 啊 真好看 什么事情啊 怎么落到这个下场呢 这个先官也有主意 既然说已经想好了 赞送他 作为咱们精灵 一个警官 一个好人好事 咱们把这个遗书啊 找一大张纸 大字写好了 贴在城墙上 让各位凡是参观这庚娘的 看这尸体的人 都看看他因为什么死了 各位沈大娘一看 他不认真听说 哎哟 这么回事 你看人家 哎呀 带什么东西 全搁这 什么手串 河头 蜜蜡 那也有不值钱呢 心眼里怎么佩服这人 钱都搁这 一个月的时间 这钱呢 日收万金 得多人呢 这个消息传太快了 这没几天的屋幕 不到一个月 进藏了 到了西藏了 什么尼泊尔啊 什么什么 哈哈和虚产的 好舌头这是啊 这一下船 特别远 全天下 都知这件事情 凡是那个街头巷尾 有人说话的地方 这一个月的时间 不说别的 就以这个为主了 天天就是耕娘 耕娘 耕娘 每天都赞颂 他因为什么死的 怎么替夫报仇 怎么跳了荷花石 到现在 尸体不腐烂 哎呀 真的好啊 这是修建这个耕娘墓 费了功夫了 哪叫珍洁牌楼 哪叫墓室 哪叫墓道 哪叫墓 哎呀 太漂亮了 整个南京城门外 三里之外 修这座耕娘墓 作为南京 一个大的景致 你等于到这南京来 不看别的 除了风土人情 吃喝吃麦 必须得 站耕娘墓 看这耕娘墓 就这么大名气 这是花开两朵 单表一支 耕娘墓 咱们就搁在这 先说在这 咱代表这耕娘的丈夫 金大用 这这水贼王十八 这一家子 全都给 推入河中 哎呀 这个金大用落水啊 落水的一刻 哎呀 万怨俱灰 哎呀 想我金大用呢 啊 读书 十字 小文章 家里边 还有钱 我怎么认错人了 本想的跟这个 王十八 关系这么好 他是好人呢 怎么会把我害了呢 头上那贼穿之前 耕娘还跟我说 他看我 我觉得他不是好人 咱们别上这穿 我为什么就不听耕娘呢 我连耕娘的 我连一个女子 我都不如啊 我怎么会 哎呀 说到这儿 正想着呢 一想就来 他不会水呀 他是河南人的 他没有这个游泳 那会儿哪有这个呀 就喝水了 一会儿肚子都胀起了 完就等死了 就在这会儿 公共份 就听天上 啪 一声雷响 一道力闪 怎么那么寸 劈在这金大用身上了 这王家一劈 金大用 帅 从这江里边 平地 就飞起了十米多高 给劈起来了 当时一劈 这金大用的脑袋 一片空白 什么都不知道了 怎么那么寸 往下一落 正落在 一块木板上 江里什么都有啊 那会儿也没有什么 什么化学的东西 你搁现在带什么塑料袋啊 什么什么泡沫啊 原来原来没有 有什么没准 这个船破了 破木板啊 破什么树枝子呀 也就是这个 怎么那么寸 一块木板 激起来之后 往上一翻 往下一落 正落在木板上 这木板摸着 金大用的尸体 随将漂流 一漂就是两天 正漂着呢 金大用呢 呼呼悠悠的就觉得 哎 有感觉了 买买的把眼睛睁开 一看 哎呀 一片白茫茫的 全是江水 往下一沉身一看 哎呦 我身后是什么 一摸 可能像木头 木板 拖着我呢 我没死 哎呀 我这命可够大的 正想着这不呢 打远处 跟箭头似的 飘一夜小舟 这小舟特别快 跟风打的似的 船上有船帆 写两个字 整腻 整腻呀 拯救落水 逆水之人 整腻 在船板上 站着两三个年轻的人 短一斤小的半 嘿 干净利落 其中有一位就说了 哎 二哥 看在那儿 那儿 哎 那儿好像是人 他们瞧瞧 这船 到了跟前那儿 一看 哎果然是人 快快捞上来 把他捞上来 哎呀 一看这肚子都大了 给他摁 做人工呼吸 给他摁 吐的哪儿都是水 哎呀 过了有一个多小时 金大用 给扶着 哎呀 慢慢能坐起来了 哎呀 太难受了 这椅子 心里也难受 往外吐这个水也难受 哎呀 你们是 您先别说话 别说话 好点没有啊 哎呀 我好多了 你们这是 哎呀 我完全说 我们是整腻队 专门拯救这溺水人 哦 你们有组织吗 这个 你还别 我们真有组织 哦 组织是 我们这儿 有一叫 隐翁的老头 今天六多岁 原来呢 从过军 后来呢 从部队下来 弄这么一个 好人好事 整腻队 哦 他是原外 不是原外 叫富民隐翁 富民呢 就是普通的老百姓 村民 可是家里边呢 有钱 哦 可以可以 这位 金大用 有这几个水手 带着他 回到这隐梦的家里边 进了门 哎呀 老爷子 老爷子 您出来吧 您瞧起来吧 哦 怎么了 我们就是一个人 好好好 一看 哗 这是因为相公啊 这个 长得 哗 一表人才 金大用 一看 哎呦 这就是隐翁 哗 花白的胡子 这老头真精神 哦 您就是隐翁啊 对 我就是隐翁 哦 你我叫金大用 哦 你怎么会落入水中 哎呀 别提了 我太倒霉了 把这个事情 源源本本 怎么从家出来的 怎么到现在 怎么被王氏霸所害 到现在怎么救生呢 这件事情 一根隐龙一说 你们已经 哎呀 太惨了 你瞧 你这 你这上了贼船了 可不是吧 哎呀 这个父母 哎 父母肯定被他所害呀 还有什么人呢 我还有个媳妇 叫庚娘 哦 这庚娘 怎么 哎 漂亮极了 长得好看呢 那利而闲呢 哎呀 完 你不说这还好点 躺着这庚娘 落入贼人手中 那还好得了吗 哎呀 你可别提了 那还带什么东西吗 哎呀 家资泼富啊 我是旧家子弟 那东西太多了 哎 别提了 大用的大用的 你算倒了血 没了 你怎么上了他的船呢 啊 父母双亲 妻子 家产 全都没有了 那可怎么办呢 哎呀 正说着话呢 就听外边 人生涛杂 大来大来大来 快点快点快点 老爷妈老爷妈 哦 怎么什么事啊 这又大了两位嘞 哦 咱们看看 一看往前进前一看 你老头一老太太 金大用往前一凑一看 哎呀 不是外人 正是自己的父母 再一看 哎呀 绝起身亡 完了 这哎呀 扑了父母跟前 一通嚎啕大哭啊 我对不起您呢 我错认了朋友 把您二老都给害死了呀 我要知道今天 我何必当初啊 哎 哭一通 哭得特别伤心呢 尹翁把他掺起来 大用了 别伤心了 事已至此 何必落泪 已经这样了 说别的没用呢 你看看怎么办呢 大用站起来 擦着眼泪 哎 尹翁啊 您是好心叉啊 您看我父母都死了 不过 您看看能不能安葬啊 不能裹鱼虾之腹啊 这个 好好 没问题 咱们现买棺材也来不及 这么多了 那个 我们家里边啊 有我一口棺材 因为我这岁数也大了 这口棺材呢 也特别好 是这个已经很长时间了 留着给我用的 你看看 给你父亲 可以不可以呀 你母亲 我咱们再单找 哎呀 谢谢你 可是这君子不多人之爱呀 你瞧 您自己的喜爱的东西 这东西 谁喜爱的东西 这不没辙了吗 谁愿意死啊 喜爱的东西 好吧 说的话 叫家里人 把这老爷子老太太 又重新买一口棺材 两口棺材 把二老都给成练起来了 搁在院子里边 金大用跪在棺材头上 嚎啕痛哭 正哭着呢 就听外边又喊 老爷子老爷子 您快看看来吧 我们就这一位妇人来 哎 金大用一听 妇人 难道是庚娘 庚娘救回了 哎呀 这可是好事 没被这江贼裸走 他要跳着水 无论是生还是死 对我都是好事不是 你说什么叫好事 他既然死了 他没被江贼所遭他 这也算对的欺骛 我心里也特别高 原来非常的封建 他想这个事跟现在完全的不一样 好吧 就听外边有脖子掺着 这个小娘子啊 跟着我来 慢着我掺着您 来来来 进来进来进来 哎 金大用站起来 定睛观看 呀 他 怎么是他呀 在这小娘子一抬头看金大用 紧走两步 哭脱 就跪着金大用跟前了 嚎啕痛哭 哎 我对不起您呢 哎呀 您没想到您在这儿能碰见您呢 哎呀 正说着呢 引崩过来了 哎哎 等会儿别哭了 别空了 哎 大用子 你们夫妻两口子见面 这么大规矩吗 见面就跪去呀 哎 您别提了 这不是我媳妇啊 那这是 这是责人之妻啊 王十八的媳妇这是 哦 这是王十八的媳妇 哦 你瞧瞧 哎呀 他把你们家人都害死了 把他媳妇都 都给害成这样了 也推入江中啊 看来这人还真举气 呵呵 我是真举气 哎 听说我这什么呀 您呢 小娘子快快请起 快快请起 把这位小娘子掺起来 说怎么回事呢 这是 这位王十八之妻小娘子 怎么跟王十八发生了矛盾 怎么骂他 怎么又踹入江中的事情 一说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 哎呀 你看看 想当你这是 哎 别提了 我就说他几句 他做事太心狠了 把我也给踹进了 所以我没想到 我今天得活命了 这是件好事啊 金大用一看呢 好 不要说别的了 你呢 借我一样东西 借什么呀 借我一把钢刀 我替家里报仇 你要干什么 我杀死责任之妻 等会儿吧 你杀他做事 他害死我一家子 我不杀他杀谁呀 这位小娘子 哭通二次贵倒 哎呀 大爷大爷 不要杀我 我也是被害之人呢 你怎么会被害啊 别提了 我家里边也是 被这位江贼所害 我没办法 我也是随着他 您杀我有什么用呢 那我去杀王十八 你杀他 你这是在哪住吗 啊 他不是扬州的吗 广陵吗 哎 您打住吧 他根本就不是广陵人 他是金陵人 金陵人 对呀 我跟你这么说吧 就现在金陵 他住那所宅 那是我们家的呀 他把我们家人全害死 霸占我 连我家的宅院都归了他了 您不知道啊 你怎么杀他呀 原来这么回事啊 你贵姓啊 切身唐氏 哦 你姓唐啊 哦 唐氏 他们家的房兜里的 都是我们家的呀 都是被他所害 裸了去的呀 哦 这么回事 眼门一听 哎呀 起来吧 起来 站起来 大用 唐氏 咱们一块儿 屋里 屋里说 屋里说 进屋里来 哎呀 唐氏一看 哎 尹翁啊 我感谢您 把我救上来 不过还有一事相求 什么事 姑娘 您就说 别提了 我呀 倒了没了 我既然落死下场 没有别的 我以后怎么办呢 我有个主意 请您做梅 我想 跟这位 金大相位 哦 你想嫁给他 嫁可不敢 您问问他 他纳妾不纳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有娘子 耕娘啊 那是正方 大娘子啊 我不敢比耕娘啊 那耕娘在他心里边 肯定是第一名啊 我纳妾 我想随他纳妾 哦 纳妾 好 我问问 到了这 金大用点 大相公 有一事 什么事您说 如此这般 这般如此 一说 哎 隐论啊 隐论 您这么大岁数 没活明的呀 我怎么没活明的呀 我家里都这样了 父母现在外边停着呢 一家的被江贼所害 我有什么心思呀 我还纳妾 啊 再说了 现在我更年 我媳妇不知生不知死啊 她万一要活着呢 活着我有媳妇 我纳她干什么呀 她是责任之气呀 哎 此话不通 那被大娘子 生和死 跟你纳妾有什么关系 你愿意纳妾 你就纳妾 不愿意纳妾 可有一点 我跟你说明白了 您的命是谁救的 尹峰 您救的 我救的你 我是你的重生父母 再造爹娘啊 你就得听我的呀 我给你做美 难道你不从吗 这话说的这份上 金大用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哎 暂时如此 我这件事情 也不烦 也不恼 先搁在这儿 先说我父母发丧这件事情 搁了三天 发丧 你还别说 就这被堂氏 哎 真好 头戴麻关 身披重孝 跪在这关在头楼 碰碰磕响响头 哭爹叫妈 这就是亲爹亲巴姨啊 别人的随从别人 院里人一看 哎呀 无不落泪 你看个人家 都知这个事情 你看 非亲非故 哭的 你看跟泪人似的 金大用本来想忍着 那年代的这个男人都有骨气 父母也不能落泪 尤其妻子子了 更不能落泪 我是大丈夫 我得有这主心骨 可看见这个唐氏这么一哭 哎呀 没办法呀 哭了一半又一半 哭得死去活来 跟我素不相识 正因为少奶奶 你唱 翻身受纳气 我没说奶 我没盯着我纳大 你看他哭成这样 随着也伤心落泪 哭得特别惨 把这个父母双亲都安葬了 尹翁说了 你看看 你们二人呢 都住在我这儿 也别着急走了 我住您这儿干什么呀 我得回家 你回家去哪儿 你什么都没有 甚无分文 你回家干什么呀 那我在您这儿也没有用啊 哎 尹翁说了 没关系 你看我这 这些随从年轻的小伙子 三四十岁的都有 二十多岁的都有 人也多 也不缺你的一个吃饭 你呀就在这儿 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呢 你呀 既然你读书识字 你教他们认字 你是先生 给他们教他们一些古文 读个书认个字啊 让他们也掌控学问 不瞒你说 就这帮人都是我救水的 这都是落水的 跟你一样 家里面的境况跟你都差不多 到我这儿说 哎 我好 我既然救上来了 有活命之恩 都不愿意走了 在那儿跟我一块 接着救了一些溺水之人 可是他们没有什么文化 你就教他们文化 好 自此 这位金大象 金大用 跟那位唐氏 就住在这位隐藏家里边了 一住一个月 也烦了 咱们出去转一转一转 好 隐藏说 我陪着你 这个唐氏就没必要再去了 因为女人呢 不方便抛头露面 在家里边 好好地待着 这个隐藏陪着金大相公 出了门 想拽着看一看呢 哎 这么多了 咱们坐船好不好 坐船我陪着你 咱们在江面上溜达溜达呀 哎 隐藏啊 不愿意坐船 为什么呀 我一家子都死在船上 都落水而死 我上船我伤心呢 哎 也好 背了把车 陪着这位金大相公 来到镇上 到这儿找一家酒楼 俩人坐下来聊天 各怀心不适 这隐藏呢 就想派这小伙子 太可怜了 你看看 哎 可是那脾气还真倔强 金大用坐那儿呢 也不说话 哎 一家子就这样 谁知我媳妇怎么样呢 是生是死啊 这位唐师 我怎么出支他 我真那些 真那些 万一庚娘有活命那天 万一还在人间 我怎么对他说呀 这俩人正在思想 谁也不说话 低着头喝奔茶 正在这工夫 边上有一桌人 这桌人 就聊得跟开着锅似的 你言他语于 哎呀 也提了庚娘可太吵了 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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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这你还别说 他那天那账旨 我瞧去了 他那天那个 哎呀 人家那个词写的 有学问 那你哪个 怎么回事 叫什么姓什么 因为什么事情 到最后怎么 刺死兼责 写的哎呀 那人家的文笔 特别好啊 哦 是啊 你还别说 那天我瞧着一个 庚娘的尸体啊 还真漂亮 死了跟生死的时候 一模一样 发出一种清香的味道 嘿 这笨道 哎呀 我闻了十天都没闻够 哎呀 这这 哎 这个具体 他怎么写的呀 你还别说 这人说着说着 从这怀里边 抛出一张纸来 我呀 我写下来了 我给你念念 好好 你给我念念 我听的怎么回事 写着庚娘 犹太守之女 犹庚娘 嫁夫 金大用 刚说金大用 金大用这正喝茶呢 端起这杯来 刚一喝 那人喊 金大用 哎 谁叫我 哎 谁叫我 他一喊 谁叫我 这人就停住了 谁叫你了 哎 你不是喊金大用吗 是我这念金大用呢 我就是金大用呢 什么 你就是金大用 嘿 太好了 各位各位 别说了 金大用在这儿呢 来来来来来 把金大像 跟隐翁 叫在桌子跟前了 这这您就是金大像 我就是金大用啊 您哪儿 我忠臭的何代人呢 哦 您这我这样 这么个事情 您看看 一五一十一说一读 这个金大用的眼泪 刷就掉下来 这是我媳妇 这是庚娘啊 这是 哎呀 他他 他死了 对呀 死了 哎呀 太好了 这是 死了 哎呀 您等会 你有病是怎么着 死这么高兴啊 哎呀 您不明白 我他死了 他也算 真接烈父啊 他没被那个王十八所糟蹋 我这心里边高兴 您高兴也能带出来呀 他既然一死 他是为你全家报仇而死 你高什么兴啊 哎呀 您不明白 我这心里边怎么想的呀 哎 真别提你心里边了 啊 这这怎么办 您能不能把那个 这个您写给我呀 好好给你给你 改天我再写一份 给我终身的保存这东西啊 给他了 金大用揣着怀 就是跟尹能回的家中 到这屋子里边 一晚上坐在那儿 老看这个一遍 看一遍 哭一抱 看一遍哭一抱 正看着呢 外面敲门 当当当一敲门 谁呀 我 谁来了 唐氏来了 这不是唐氏干嘛来了 到这儿 补岔来了 怎么叫补岔来了 看看这位金大相公 我能不能跟他今天晚上一块儿安静 竟想这个呢 哎呀 大太 您有什么事吗 别提了 我听尹龙说 你们今天出去 发现这个 羹羊的行踪了 他已经死了 我听说是怎么死的呀 哎呀 别提了 金大用 拿出这张纸 又读了一遍 这俩人 哎呀 他这边说 他这边哭 一边说 一边哭 俩人 共同的流泪 哎呀 没想到啊 羹羊啊 真劫烈腹 跳了喝花池了 我怎么跟人家比 你看人家这个气量 啊 你看人家这个手底 多麻烈 能把江贼给杀了 真好 哎呀 那怎么办呢 哎 怎么办呢 既然如此 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唐氏 问这金大用 金相公 既然庚羊已死 我 可以跟您了吧 哎 好 既然他已死 我就续贤 续贤 可是续贤 绝不能是正式的棋子 只能是续贤 到此为止 那好 那我也愿意跟金大相公 俩人说好了 第二天找尹蜂来 说完这事尹蜂 非常的高兴 好 我改天给你们办一办呢 哎呀 不必 不必办 踏实实在您这儿 我们就这么招了 好 正说着话呢 外边有随所 登登登登登 跑进来 老爷子 你们家来客人了 谁呀 袁将军到 袁将军 哦 袁将军到 快快快快 有请袁将军 袁将军 这个 聊在原文上是 袁古大勋 这大勋 相当于现在大将 大将军 那个年代 姓袁的不多 而且大勋的人也不多 各位听说过历史上 有一位人物叫 袁春焕 到底是不是这位 袁将军 袁春焕 人家袁文上 并没有表达 我这儿也不敢 给您胡说 是不是他 咱不知道 袁文上就是 袁有大勋 姬子们来 老哥俩 攀台上了 说上话 哎呀 各位 我可想死您了 兄弟 我也想您呢 一别二十年 未曾相见 看来咱们哥俩都老了 可不是吗 贤弟 你这干什么去呀 我呀 去西方 凭战乱 路过此地 想看看老哥哥 哎呀 来来来 酒宴摆下 摆下之后 俩人对作饮酒 说的话 金大勇 你边陪着 哦 袁将军 看这小伙子是谁 这小伙子叫金大勇 哦 什么 金大勇 哎 我这一到来 听说 有一位甄杰利夫 更娘大娘子 他丈夫叫金大勇 是不是他呀 哎 兄弟 你说准了 还正是这位金大相公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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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坐这坐这坐这 没想到啊 我问问你 你这媳妇你怎么调教呀 啊 你看看你这这 我全天下这些的 媳妇我都没听说 有你这么调教法的 那我调教不这么好的大娘子 哎呀 来来 共同饮酒 说着说着 这尹翁就跟这位 袁将军 说呀 这么多了 您既然出去 您看这位金大相公 平财论 贸论 冒论学本 都是一等一的人 您能不能带着他去 让他随军去行不行吗 好 让他跟着我 至此说好了 这金大用 把唐氏 就留在尹翁家里边了 随着袁大将军 去西方平战乱 一走 两年 两年有这么一天 回来了 叫容归故礼 身为游击 原来相当于 现在就是大秘啊 哪个领导人都有大秘 大秘 二秘 三秘 四秘 但是没有小秘啊 没有 这就是四个秘书 他是大秘 袁大将军 大秘 这个官的 也算不错 除了袁将军 他说了算 容归故礼 见了尹翁 哎呀 潦袍跪倒 尹翁 我感谢您 救了我 您看看 我现在我又谋了一官半职 算是容归故礼 给家里边啊 也天光发彩 好 尹翁把他掺起来 进屋里说话 哎那位唐氏 唐氏非常的好 唐氏说的话 他一出来一看 和比原来更漂亮了 养的这两年呢 又水灵啊 长得又狗狗又酒酒 别提多漂亮了 哎呀 至此你们可以 和紧了吧 好 既然我容归故礼 我听您的 我就跟他同房和欢 至此 当天晚上 他跟这唐氏 就一块住了 有夫妻之时了 转过天来 哎 尹翁了 不瞒您说 我回来 一是感谢您 二是想把这个唐氏带走 三一个 您呢 带着我 我想啊 展这个耕娘墓 哦 你想纪念 我想纪念我这位妻子 耕娘 好 可是这回咱们走 可可以坐水船去呀 当然可以了 这回没问题了 我这两年呢 心胸也豁达了 什么事都想开了 我呀 怎么都行 随您 好 我带着你 咱们去南门外 看看这耕娘墓 可是呢 咱们也看看这个湖光山色 走吧 到了这个耕娘墓这 俩人唐氏跟金大用柜 在这跟前 哎呀 抱头痛哭 哭了一泡 上了乡 叨咙几句 哎呀 你踏的是在这养着吧 我们走了 这是唐氏 是我 等于是不是叙贤 纳的妾 你什么时候都是我的正式的妻子 到不于后 尹峰 把他们掺起来 咱们走吧走吧 咱们去哪啊 我呀 还跟您回家 跟您回家呢 住些日子 我带着唐氏 还得随军 去找元大将军 好 咱别回去呢 咱们呀 咱们走水船呢 咱们去别的转 我带你看看好不好 哎好 去哪啊 咱们路过镇江 镇江有金山 金山有金山寺 你可以还一还愿 好好好 镇江 从船上船 直奔镇江 走在金山 金山底 湖光山寺 特别漂亮 正走着呢 打对面 过了一夜小舟 带棚的小舟 哎 是条花船 特别漂亮 花船 这小舟 带棚 有一个小窗户 窗户里边一看 套着 有一样一个女人 长得特别漂亮 这个女人往外看 金大用带这船 也往外看 俩人四目相对 哎 这人看着这么眼熟 这女的电竞一看 这男的看着也眼熟 他 哦 这好像是他 二人同时发出这个声音 他 好像是他 其中这个 金大用 说了一句话 看鸭子飞上天野 什么意思呀 你看 这个鸭子 鸭子飞上天野 就是飞上天的鸭子 他说完这句话 话音未落 打对面的船里边 也说了一句话 看沃尔鱼吃 猫子星野 什么意思呀 沃尔是狗 你看这狗啊 想吃猫 剩下的残留物 想吃猫剩下的东西 当时金大用一听 眼泪刷就掉下来了 对面船这个妇人 也暗自落泪 那位说这两句是怎么回事 这两句 有他的出处 这位女的不是外人 正是更娘 男的金大用 女的更娘 夫妻二人一见面 说了这么一人一句 这两句话 是他们结婚的时候 洞房秘语 俩人入洞房的时候 开玩笑说的 你看那片鸭子飞上天野 你看他就说了 这狗还想吃猫留意的东西吗 等于这鸭子是猫啊 鸟啊 什么鸭子 鸡 这猫都可以食用的 你是一狗 你还想吃那个星石吗 俩人开玩笑 对的话 今天在这四目相对 详细动房立语 一人一句话 一看是他更娘 更娘一看 金大用 哎呀 在这儿见着了 俩船靠拢 这金大用 跟尹翁跟唐氏 就到了这船了 这船往里一看 更娘坐在边上 更娘边上 还有一位老妇人 这位老妇人 长得特别的丰满 特别的漂亮 有五十出头的岁数 哎呀 更娘 大用 哎呀 我的妻 我的夫 哎 二人抱头痛哭 别人一看是 无不伤心落泪 这位夫人在暗表 姓什么 姓耿 叫耿夫人 也是金山的人 金山此地的人 家资泼妇 这个丈夫早年间 已经去世了 没有孩子 她是这个身份 这金大用 就问这更娘了 更娘呢 哎 你怎么 咱们怎么会在这儿 听说你死 死了吗 那更娘 我前两天去拜了 你已经死了呢 哎呀 大用了 大用了 别提了 确实我已经死了 那怎么又生还了呢 哎 跟我把你说 当时我死的时候 跳了合发石 刚跳进去 我觉得脑子一片空白 就在这会儿 一道立闪 正披在我身上 我觉得身边有一种啊 东西把我包裹起来了 当时我窒息 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没有了 哦 那怎么又活呢 我被埋入这更娘目中啊 一埋 二十年的时间 将近两年了 那怎么活的呀 哎 别提了 我那天正在里边躺着 昏昏沉沉 我就听耳边 有人呼唤我 更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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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醒来 我觉得眼睛 稍微睁开一点 就听这位跟我说 更娘 辱夫尚在人世 你跟他要相见门 哦 我一听这折磨 难道我的丈夫金大用还在人间吗 没有去世 那意思 哦 我现在也活了吗 正在这会儿就听外面 咔咔咔 有蹬倒鼠剧的声音 那个说谁呀 这可不是神仙了 有盗墓的来了 两人盗墓 盗墓一个掘一个挖 就在这儿在这儿 挖个挖个 已经挖到那墓室里边来了 有一条 有一条这个盗 按道通这墓室 盗在跟前 棺材在那打开 这都是建材起义的人的 啊 听说这个更娘墓里边 价值千金 什么好东西都有 哪叫黄白之物 哪叫翡翠 哪叫钻石 哪叫猫眼 什么东西都有 这二位家里边特别贫穷 想这么一主意 哎呀 我呀 哥哥兄弟怎么办 咱们呀 倒更娘墓 东西拿过来 二一天做五 咱们一人一半 好 就是这主意 这哥俩来了 把这棺材撬开了 哼 往里一看 哪叫金子 哪叫银子 哪叫玉石 哪叫捕猪 哎呦 这么多好东西 来吧 别慎着了 拿东西装啊 这个拿这个 这个口子这儿 蒸着 这往里塞 塞来塞去 拿来拿去 无意当中 正被碰上 这位更娘 放这脚子 拿来拿去 无意当中 啪 就拿着 就拿着 这庚娘脚了 往里一抬 哎 这怎么这么沉呢 再一抬 就抬起来了 您琢磨琢磨 他拿别的 他可不 都没问题 你要动 庚娘 那是什么人呢 庚娘啊 真杰裂腹啊 你随便拿 这东西都归你 你碰了 可不行 往里一拿 没拿起来 再一使劲 庚娘不干了 庚娘说话了 哎 你这是干什么呀 这位一听的这个呀 哭通 堂地也 崛弃而亡 当时就给吓死了 哎呀 这人刚要跑 别人这人 庚娘 站起来 站住 怎么意思 您这是 哎呀 别人心里想 我不是倒霉 没想到 听说庚娘有灵验 他怎么这么大灵验呢 活了 这不是倒霉催的吗 这不是 哎呀 您这是 来 干这干这 过来 我关你两句话 您要问什么呀 大娘子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不瞒您说 我们家里贫穷盗墓 哦 想盗我的墓室 拿东西 太费了 哎 他们躺在这儿了 他被您吓死了 哼 没出息的东西 这胆太小了 你 行了 这回这棺材 也没糟进了 庚娘起来 你也把他 搁在棺材里边 把盖盖上 这就归他了 那您呢 大娘子 我有一事相求 哦 您求我什么呀 这东西 都归你 你都拿走 那这叫什么事啊 还有一节 你把我卖的尼姑庵去 哎 这可没有 大娘子啊 您为什么去尼姑庵呢 哎 我半念俱灰 想出家当尼姑 哎呀 我跟你这么说吧 附近还真没有尼姑啊 那 麻烦你 想个主意 这东西 都是你的 哎 大娘子 不瞒你说 我知道 金山有一户人家 此人姓 耿 叫耿 夫人 家子 泼妇 就他一个人 上 没有父母双亲 没有了 没有这老公 下呢 没有儿女 什么都没有 就他一人 如果您不嫌弃 我把您领到那儿去 您照顾他 你们算一个干母女 你看行不行 那太好了 说的话 我这位盗墓的 把庚娘 引到尹夫人家 这位耿夫人一看这庚娘 哎呀 真漂亮这是 问这怎么回事 这是 你从哪来呀 我呀落水的 落水我没地方去 他可没说 他是庚娘 怕他胆小 我我就是落水的 没地方去 我想啊 照顾您 您看可以不可以呀 好 别照顾了 这么多了 我认你当干姑娘 你乐意不乐意呀 这庚娘 哭通跪倒 叫干妈 一个干姑娘 一干妈 这俩人就结婚亲了 过了有一个多月 两个月的时间 庚娘的身体 也完全恢复了 跟耿夫人说 哎 干妈呀 您带着我 我想去看看庚娘墓 您看怎么样 哦 你庚娘墓 你说这个南门外那庚娘墓吗 对 我听说此人大名 我想去观一观 展一展这庚娘墓 太好了 我带你去 我带你去 咱们俩 也可以转一转 散死心 由此这两个人 出来坐船 在这金山底下 湖面上 跟这金大用相逢 这金大用 看见这位 耿夫人 辽桃贵枣 也随着庚娘 叫干妈 以絮代之 原文上 就是这位耿夫人 对待金大用 像对待姑爷那样 那样照顾她 自此二人 又同归于好 带这位庚娘 回到这原将军的身旁 一位是夫人庚娘 一位是婿的贤 这位唐氏 咱们庚娘 说到此处 荣归一段 这正是 太守之女 由庚娘 替夫报仇 赐豺狼 大用庚娘 重相会 贞洁美名 万古阳